Good morning, my neighbors! I fuck you! Yes! Yes! Fuck you too! Hey,你看,大家对生活都充满了热情 今天是2022年的7月22日 又会是特别热的一天 9年前搬来花莲瑞瑞乡的时候 午后的气温顶多32度 比台北凉爽多了 但是前几天 37度的午后气温都出现了 你看 今天晴空万里 万里无人 拍摄山巒和天空的照片会很漂亮 但是又会是酷热的一天 9年前来花莲 水气充沛 山上都是人物缭绕 中央山脉的全巒若隐若现 常有人说花莲宛如人间仙境 花东重谷里总是会有云海 很难看清山的轮廓与真面目 难得遇到没有云的天气 我用甘恨 或是福之所以 福是祸之所福 是福是祸 各人各安天命吧 今天要开车去70公里外的花莲吉安乡的福兴村 拜访康福农场的康木树先生 我7点就出门了 路过寿风火车站的时候 去买了两颗水煎包和一杯冰咖啡当早餐 在寿风这个店买了两个水煎包一个冰咖啡60块 我在花莲池 我现在刚刚要出花莲村 在南部福兰的那边生活 在随分那边生活 好 我去西门等你 好 我去西门等你 好 你看前面一点 南部睡过那边有一个凉亭 好 前面这么多 他外公司前面这个凉亭 在凉亭的凉亭 好 好 好 先回见 好 先回见 到了福兴村后 康木树先生让我在水镇旁边的凉亭 等他带我上山 康牧树的康福农场在山上 要路过花莲人很爱的枫林步道 早上就看到好几个人背着水袋 趁着太阳伞在步道上见走 枫林步道上的景观很漂亮 可以俯瞰花莲市和吉安乡这个平原 还能看到太平洋 我拍出空拍机再多爬60米 去看一下没有云的时候的花莲风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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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木树先生70岁了 退休后经营这个康福农场 不过现在停止营业十多年了 我整修一下可以恢复营业 农场里养了一些鸡 鸭 鹅和狗 有朋友说他想出来选花莲县的县议员 我就来和他聊聊 看他是否需要帮手 我叫康木树 健康的康 树木的树 树木的树 叫康木树 70岁 我是花莲本地人 在光沐出生 一两岁就搬来花莲的吉安乡 我原来在忠语服务 忠语我干了二十七八年 然后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 投入花莲的环保运动 我当过第一届的副会长 接着两三年后我转到工会体系 私有工会里面的劳工运动 我虔诚参与也投入很用心 对我们劳工创造非常好的结果 劳工的全力都改善 我这次会参加台湾省 中华民国台湾省 花莲县市的东部 第三选区是吉安 寿峰 凤林 光复 风滨 万龙 六个乡镇 九席当检民额 花莲4月9席 我们两个地方就18席 一共一演的33席 我希望这次能够高票当检 我绝不买票 我是以我存心的服务 这样让写民认为说我行 然后盖票给我 那我冲上去以后 我绝对一直控制 一直发挥 一直奋斗 就这样介绍我简单的 就知道自己 和卡莫树先生沟通很逊丽 如果他能获得家人支持 并且筹集到预算 我可以跟他签约帮他干活 帮他设计和执行一些 花钱少 覆盖大的计划 帮他扩大选举中的知名度 中午下山后 我去吉安乡的麦当劳吃午餐 我们乡下人进城 选麦当劳不算省钱 但是省事 麦当劳这类快餐店的食物 有标准制作流程 口味是稳定的 是可预期的 不用担心理想与现实产生冲突 你看我前天吃凤林郑如意亭的牛肉面 我还担心吃到不放盐 且放糖的牛肉面 台湾人把就餐有心的落差 叫做踩雷 在台湾真的很容易踩雷 甜党和闲党 都会视对方为异类的嘛 餐完毕 想着这么早回瑞穗 浪费油钱 不如在花莲找朋友聊聊天 阿孔 推荐我去花莲铁道电影院 吹空调看电影 铁道电影院不是商业电影 是县文化局拨款 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运营的 有专业配备的非商业电影院 原址是一个日本政府管理铁路的行政机关 所以房则是日式风格 那我们开场前15分钟就可以进场哦 那我们花莲铁道电影院呢 等一下提供的节目是完全免费的 这是我的票 好 我拿下你的额文 36.8 这个电影院是花莲演示基地负责 阿孔是工作人员之一 阿孔还推荐我去参加短片奖 纪录片都行 那我想个题材试试 在铁道文化园区看到一个杂货店 有很多社会运动者的棋子 我还以为是社任干妈店 那个我是依伦 然后是家电章依奶奶 然后它是一个手作的雪糊店 然后店里面有40个品牌 那创作者是全台湾都有付出这个花兜 那是一个 我们的slogan就是 去年5月开了两个礼拜 因为疫情又休了两个月 所以欢迎大家来花莲 有机会来到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来参观这家小店依奶奶 有缘花莲见 铁道电影院下午2点的电影 是免费领票入场 16点和19点的场次需要付费 我觉得周六周日早上 去铁道文化园区对面的停车场 逛二货市场 不不不 是二手市场 旧货市场 不是二货市场 中午在附近吃点东西 下午逛铁道文化园区 吹空调看免费电影 也是不错的夏日旅游行程哦 我还去了花莲北冰公园的北冰机械运动场 看小朋友在学滑板 我还去海边踩来踩水 看来车上要常备一条泳裤 看到海滩就可以去泡水解暑 比吹空调 满宝皆能 请注意影子哦 我是顾身一人 并没有随行摄影师 有人要在花莲雇佣 随行摄影师 司机 解说员 剪辑师 厨师 网络工程师吗 我可以来竞聘一下哦 天快黑了 返程回家 在花莲纵谷里驰骋 山脉的轮廓 仍然清晰可见 今天一整天都没有什么云 来帮忙挡掉阳光 真的很期待太平洋上的台风 带来凉风和降雨 不过好像有四到五年 没有台风光临台湾了 路过富原村 去吃了一份 七十台匹的控肉饭 再次启程回家 夜幕已经降临 已经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了 你热爱生活吗 我是佐拉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